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是Z色派对的制作人Tim 我们的录音日期是3月26号 在当时黄子焦持有儿童性剥削影片的事件还没有被爆出来 但此时我们在更新节目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是我们最关心的性别事件 我们也已经在制作黄子焦事件的单集会尽快上架 请大家一起继续关注这件事 谢谢你们 你今天的下酒菜是不是有点贵 今天的下酒菜有点难吃 八万块又贵又难吃 大家如果还记得到去年好像有一个me too运动嘛是不是 就是这个浪潮快就过 但当时一个蛮有名的案子就是那个又胜啊 艺人又胜 也就是用一个暖男形象在演艺圈走跳的又胜呢 被指控说她对一个熟视的女性 她的助理 也就是性骚扰她 因为她已经承认认罪了啦 那当时26号开庭的时候 法官呢居然说 八万块交保 那大家就想说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八万块交保呢 原因是因为啊 又胜啊 在这整个审理的过程 前阵子呢 据说有跑去接触证人 就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 那所以导致所有积压的原因 所以才会有八万块交保的事情 什么叫积压原因跟积压必要呢 注意咯 你要把一个人压起来 积压chicken and duck chicken and duck的必要这样子 就是她的 她有个chicken and duck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跑去那个接触证人 对 所以呢 这叫做让案情陷入会案的危险 就是会让这个案子啊 会案 会案会什么是会什么 会让他案掉 就是说让这个案情会陷入一个模糊的状态 这个是法律用语啦 anyway 就是反正因为又胜跑去接触了证人 导致说这个案子 有可能会有无法公平审判的危险 或无法发现真实的危险 他的积压的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可能会在干这个事情是不是 对 但是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好像也没有 因为呢 首先证人不是这么好被收买的 也有可能是说 他有掌握了其他的证据 所以就算不把诱胜放到牢里面关起来 就是看守所里面压起来呢 好像也可以让案子继续进行 但是为了要让诱胜 确保诱胜不会再去搞类似的事情呢 所以呢 法官就说 好 交八万 而且命令诱胜呢 不可以 不可以再干这种事情了 直接或间接的跟这个案件相关的两个女生 接触 接触或是联系他 对 就是要断开婚解 断开书链 什么会案的办案是不是 乱七八糟 是不是乱七八糟 那那个什么 就是今天的下酒菜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第一个人不要骚扰别人 第二个人骚扰别人之后 不要干这种事情好吗 没错 总之就不要这样了哈 乖 那就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赶快的 水落石出啰 嗯 ZC派对是一个让大家脱掉内衣 轻松hang out的地方 来聊聊一些真情老母真情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Kim AKA Z教授 大家好我是金奇律师 AKA立伟洛选人 我们都是洛选人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Green Party Z色派对 我觉得今天跳得开心 今天录音间颜值超高 没错因为有一个 有某一种的冠军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什么样的冠军的颜值会很高 加上这位冠军的其他的家人 一起把颜值拉很高这样子 对今天的冠军 很特别 她是一个台美小姐选美比赛的冠军 然后她是一个19岁的 少女 对就是她很漂亮的时候 现在我不敢看她 看Zoey好了 你不要这样 因为很漂亮 今天的来宾名字叫做咪咪Q 就是咪咪Q一个 欢迎咪咪Q 然后我们请咪咪Q自己介绍一下 自己好了 你通常会怎么自我介绍 遇到新的人的时候 Hello 我是咪咪Q 2023年的台美小姐皇后 我今年是第一年在UCLA 然后呢 我double major in world arts and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然后我很喜欢跳舞跟 就跟朋友玩 其实选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你要做很多事情嘛 她其实不是 是长得漂亮 就可以赢得这个比赛 所以我们就想要来听一下 就是咪咪Q是怎么样 加入这个比赛啊 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比赛 跟做这个比赛 赢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加入这个比赛 因为我刚升级好大学 然后呢 我奶奶就很为我高兴 可是她很常会打过来说 哦奶奶啊 还有一个遗憾 就是你没选过美 然后呢 然后就查到台美小姐 然后就想挑战一下 所以奶奶为什么会有这个愿望啊 她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可以认识很多人 然后呢 可以experience到很多 我平常不会做的东西 因为平常我不会打扮 也不会化妆 可是就是经过这个可以学 然后还可以学台步 去上台 然后呢 表现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奶奶的一个心愿 所以你决定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因为做了后 我以为只是去想玩一玩 可是我发现其实 有很多在后面 然后呢 让我也很热心的爱台湾 我很爱去台湾玩 but这个真的fostered like a new passion for 台湾 可以讲一下你跟台湾的关系吗 就是从小我妈妈 每年就会带我们回来 就是看爷爷奶奶 看阿公 婆婆 就看家人 跟就是很好玩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真的 appreciate the culture here 然后呢 通过学美我学到 其实台湾有很多history 然后呢 这一次回来就是 like look at 台湾 with a new lens 所以你之前都是回来玩这样子 所以你是在台湾出生的吗 在美国出生 不是 在美国出生 但是你真的中文 有很认真在讲耶 哦 谢谢 我喜欢听台湾歌 哦 你都听什么 说说看 我喜欢听JJ 你说林俊杰吗 林俊杰吗 很棒 是我们这个 林俊杰的歌 已经是老歌了 你给我听众朋友 因为选了这个选美 然后冠军来到台湾 所以你这一趟来台湾的 目前做了些什么 我们礼拜天了 我们先去 蒙甲跟大道成的 迪化街 对 然后就是 学那里的文化跟历史 其实我有去过迪化街 没去过蒙甲 然后觉得很特别 然后懂以前是怎样 然后现在 evolve到怎样的 然后礼拜一我们去灌了 早上去灌了西门跟小南门那里 跟228的memorial park 因为我之前就有 因为选美我就很interested in 台湾ese history 然后呢我在学校又 继续research about 228 所以我觉得去那里 亲眼可以看见 it's really special 我是好奇你们在 美国的课里面 应该都不会讲到 台湾的历史吧 对 我有发现 像我在学校 我上了那个 colonialism and resistance课 然后呢 我是世界艺术和文化的 可是我们讲每一个地方 却没讲到台湾 所以我就有点失望 可是我的论文在最后 还是发台湾的 所以你写了台湾的colonialism 对 很棒 很棒 good topic very good topic 然后所以你们去了228 然后去了蒙甲 去了还有西门 然后呢 我们也是礼拜一 去见了蔡总统 哇 对 我觉得平常看总统 你觉得他可能 很unapproachable 像很高 很高冷 所以呢 可是进去的时候 他狗就很 like welcoming 他狗welcome我们 然后呢 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也会一直笑 一直点头 she has a good sense of humor so it's like put myself really at ease 对 其实蔡英文总统 对 因为他有很多 小猫跟小狗 就是他的形象 其实是很亲民的这样子 那你有跟他聊到 colonialism就是殖民的历史吗 所以你有跟他聊到 这个比较困难的东西吗 台湾的殖民的历史 对 我们好像有一直在提 现在台湾是这么多年来 才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就我没有聊到 可是可能没有特别提 嗯 你只有看到他的小狗 有看到他的猫吗 有看到一只猫 可是他那天有点moody 所以一直在出去 对啊 猫命比较困难 是去官邸吗 还是去总统府 他的residence 啊 他去官邸 我觉得 选美之前我很喜欢台湾 可是我真的没有了解 他的历史 然后是通过选美的历史课 我才懂的 然后从那里开始 引发我的兴趣 然后我就会一直自己查 然后呢 其实选美问 与答的时候 我也需要查很多 我才能答那些问题 所以我就从那里一直开始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 since我们一直在讲这个topic like why not keep going further in 选美有历史课吗 对 是说他们帮你们上课哦 就是他们教我们 这么酷 然后呢 我们有个personal interview 也是需要问台湾历史的问题 哇 原来有课 所以你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 然后觉得 这其实台湾历史很有兴趣 所以你就更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是这样子 对 选美以后我就很想要为台湾 like pu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所以我就去FAPA 在Washington D.C. a national advocacy conference 然后我们就学 现在台湾有什么 international struggles 然后我们后来就去 那个白宫的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Senate 来lobby for Taiwan 那让我现在发现 多重要 来让台湾有个声音 所以我回去UCLA的时候 我就join我们学校的 model UN travel team 来知道怎么 在未来可以更帮助台湾 天啊 好感人哦 我们先简短的翻译一下 对 他刚刚提到他说 对 叫做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 Formatio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他就是一个在美国非常久的 一个台湾人的一个组织这样子 也是就是为了推动 台湾事务的这个组织 然后Mimikyu说因为 学习到台湾历史之后 觉得就是很有热情 就对这件事情就很投入 所以他也参与了这个 FAPA的一个 Advocacy Conference 这个是倡议的 倡议组织 倡议的研讨会 然后也去了这个参议院 美国的参议院 所以就是Mimikyu因为 参加这个台美小姐的选美之后 开始对台湾人 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 所以自己额外做了很多事情 我就很厉害回去她的学校 参加那个模拟联合国 我认识所有参加 model you and the Ren They go on to become really important people 所以I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for you 因为我们看的资料里面 有写到你是一个芭蕾舞者 对吗 所以你为什么会学芭蕾舞啊 我好像小时候很爱动 所以我妈妈就让我去学芭蕾舞 然后我也蛮喜欢的 然后呢 我很喜欢就进去studio 所以你就可以 忘记外面的东西 忘记功课 什么压力 就解压 然后呢 我一直搬家 所以呢 芭蕾舞也是让我一直有朋友 然后呢 不管到哪里就还是有芭蕾舞 因为你现在是19岁 所以等于你整个高中 都是在COVID的时候度过 所以你整个高中都是线上的 对吗 so what was that like? well 我其实一开始 COVID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回台湾住了五个月 然后呢 那时候我已经决定 before COVID 我已经决定要线上高中了 因为我芭蕾舞跳很多 然后呢 他们规定 需要早晚就去studio训练 所以我就apply for 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然后呢 我就已经决定了 所以呢 不管有疫情还是没有疫情 那你本来就会这样做 然后呢 在疫情之前 我们还是芭蕾舞有一直聚去 就只是 就跟别人站很远 或是戴着口罩跳 所以还是有朋友 然后呢 线上就是 那功课其实蛮难的 可是我觉得我学到很多 然后呢 因为是线上高中 有全世界的学生 好像有40几 还是50几个国家的学生 然后就可以听每一个人的意见 然后呢 我们还有哲学课 就会听很多 like discussion 然后就教我要怎么 like听别人 然后也 like讲我自己相讲的话 我有一个好奇 是线上高中 要怎么上体育课啊 PE 我们就没有PE 可是我观察到的 就是像 我是跳舞的 跟很多别人是溜冰 或是骑马 或是跳体操的 就是已经运动很多 或是别的 就是像 我认识一些 是夏威奇很厉害的 so就是 自己有 like自己的passion 才会去选那个线上高中 or some other circumstance 那你在线上高中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说有四十几个国家的学生 所以你们会讨论到台湾吗 我有时候自己会提 然后呢 我写诗 我没有写诗的课 我就会写台湾夜市 因为你在 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些 就是台湾的东西 给其他人听 对 因为我觉得选美 是一个很少见的经验 真的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觉得在选美过程有什么事 你觉得最挑战 我觉得整体就蛮挑战 因为我们是八个礼拜 很密集的训练 然后呢 很多我们就没有走过台步 也没划过砖 也很多东西就没做过 所以需要很快的 像pull yourself together 然后呢 especially 最后问语答出来的时候 你需要很快的想到答案 然后还需要把它记起来 你重点想讲什么 在台上表现出来 那个问语答的问题是 你们事前会知道的吗 前一个礼拜 我们好像前五天知道 OK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你sign up 然后你要被 第一轮你要先被挑选到 你才可以去training嘛 然后八个礼拜 然后八个礼拜的过程当中 除了有 你刚说有历史课 所以还有什么 历史课 走路课 讲话课 like speech class 化妆课 服装课 对 跳舞课也有 真的很密集 如果只有八个礼拜 要做这全部的事情 对 然后八个礼拜之后呢 八个礼拜之后就是pageant night 然后呢 but after pageant night 你就有duties 然后呢 我们现在 像我们会as a court 去不同的地方 fend support like不同的台湾人 这样子 所以就是得了奖的人 有一些工作要做 这样子 得奖 然后呢 ambassador 就任何人 其实都会去继续 like participate 就是你现在是一个ambassador 是这样吗 不是 我是皇后 所以就是 yeah 没有选上皇后的人 叫做ambassador 他有公主 他有公主 所以总共有几个位置 我们这次有12个 所以有12个不同的titles 你是最上面的叫做Queen 然后下面的 first princess second princess 然后继续玩笑 所以这12个人都有工作要做 就是那这些工作是都是要跟 就是promote台湾相关吗 还是其他的也可以 是自己选吗 相关 对就是like does it have to be related to like promoting Taiwan or can it be some other causes 我觉得很多不是只是promote but just like showing support like我们会去医生协会 然后呢 就是去很多不同的场合 像各种场合 还有像台湾 tourism的events 观光的 你们选美的过程之中 要选一个你的advocacy topic 是这样子吗 我们是有在选美的时候会 self introduction 走台步talent Q&A 所以你的talent是用那个吗 芭蕾舞吗 我是用芭蕾舞 然后再Q&A Q&A是总共几题啊 就只有一题 然后你不会 你不知道你会抽到哪一题 就抽一个 可是它有一个pool of questions 对 所以你每一题都要准备 对 好像我们有20个题可以抽到 OK 所以你抽到的是你觉得好的题目吗 是你有准备好的吗 我抽到的是 What's the purpose of the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pageants 就是台美小姐的选美比赛的目标 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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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下吗 可以 The purpose of the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pageant is t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community and to fost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s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their Taiwanese heritage 就是说这个选美比赛呢 就是要提供这个社群一个启发 让下一代的台美人都可以更加的 对他们的身份感到很骄傲 我那时候有用个slogan 我一直讲的 我就说这个pageant 是来表达我们 让台湾人什么都不怕 滴滴向前走 你怎么那么厉害 哇 这一句很老派耶 这是一个previous generation的口号耶 你怎么知道这个口号 因为我有跟很多老一辈的人讲话 说你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超可爱 对 哇很厉害 就是台湾人的精神 就是要不断的往前冲 这样子 确实 台湾人就是什么都不怕 直直的往前冲 这样子 向前行 延伸阅读 林强向前行 因为这个台美的这个身份啊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就是你会怎么定义 So what is a Taiwanese American 什么是台美人 I think 最重要就是compassion and resilience 任性跟热情 因为呢 Taiwanese American就是 台湾有这么多like history but 我们 miraculously we're able to bounce back and create like the environment today 然后呢 台湾又注重很多human rights like they show compassion to everyone 然后呢 我觉得美国也很像 就是immigrant society 然后呢 也经过很多 所以呢 两个混合在一起 然后呢 在美国也是 你每天不知道 你会费什么人 就这么多人 So I think 两个混合在一起 就是resilience and compassion 我觉得讲得很好耶 因为 因为我问他台美人是什么 因为这个词 对很多台湾人 其实不熟悉 或是会觉得 台美人 LA boys 为什么讲了一个 很老的reference 这太古老了 不要想一个新的 新的台美人 就是一些 会觉得好像就在美国 长大的ABC这样子 可是就是台美人 这个身份 其实在台湾 我觉得这几年 也比较多人 在讨论 What is that as a research topic 还是什么的 那MimiQ讲了两个关键字 我刚刚翻错 应该是resilience 是韧性 不是说我一定要吃炸鸡 我不管如何 不是这不是韧德鸡 是resilience 是你遇到困难 你遇到很难事 你可以bounce back 你可以从困境中 长得更好的 这样叫resilience 然后compassion 就是一个同理心 同理心 然后我觉得 MimiQ讲得很好 因为台湾真的就是 经历了一大堆的 鸟事烂事 经历真的是 一大堆鸟事烂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人就是很可以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 长出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先想想看台湾 可以在这个2024年 成为全世界的民主的 你看我们是民主的 然后自由的这样子 然后despite 虽然我们有过这么多 乱七八糟的过去 对 但我们现在可是很好 还有台湾有很多 不一样的人 然后结合美国 因为美国也是一个 移民社会这样子 MimiQ觉得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 两个社会 有这样子的特质 有很多不一样的人 所以你可以学到很多 所以你可以遇到 很多不同的人 虽然每天不知道 困境是什么 挑战是什么 所以这是台美人的精神 就是resilience and compassion I really like this answer 很好很好 就是你现在也是台美小姐的冠军 那你之后还会继续参加选美吗 还是你会想要挑战别的东西 我觉得我会想挑战别的东西 我觉得选美是 a very good start to a lot of things it opened a lot of opportunities 因为选美我其实有join 一个coalition of students 然后在那里我也有 like a coalition of students resisting China 然后我们就是resist like the oppressive government 然后it's actually that by 两个很优秀的 哈佛的女生 她们好像就三四年级了 OK 对 然后呢 it's like just provides environment like我们就很driven like and it motivates us to do a lot of stuff like a lot of action 有什么像228 我们就会发一些 social media campaigns 所以这个coalition of students 是只有台美人参加的吗 不是还有像tibet's t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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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受压迫 like people who are oppressed OK受压迫的 代表受压迫的族群的一个学生联盟 然后呢也不是只有现在住美国的人 还有现在住UK的人 然后呢 还有其实是从中国来的 还在中国的人 哇那你们怎么跟这些人联上线呢 我是因为我参加FAPA 有个女生 她就找每一个FAPA的年轻人 然后就reach out每一个 然后我就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参加 然后I'm on the communications board 所以是因为参加学妹 所以参加FAPA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美国台湾人组织 然后因为FAPA 然后又加入了这个学生的联盟 这样子 所以这个学生的联盟会在 如果有发生oppression的地方 你会帮他们发声 然后你做的是communication是吗 所以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大部分是handle 我们social media 然后呢现在article 23 才干pass 那一天 几天后我们马上meeting 然后就是organize一些protest 然后呢put up infographics 这里有protest 那里有protest 然后呢就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好 那个不知道的人要google一下吗 就是那个啦 国安法23条这样子 就是中共的政府把手抓得更紧 在香港身上 所以现在基本上在香港 就是有点 有点难 50年不变 已经消失了 对啊 所以刚办国安法 通过的时候 你们就赶快开会 然后讨论 发文 还有做protest 然后我的科系在学校 就是like 要怎么用艺术来 as activism 哇 就是艺术作为倡议 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 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觉得 很开心看到 就是一个年轻人 真的很年轻 19岁 然后开始加入这些东西 因为 we old 你知道吗 就是老了 然后刚刚才在跟我们的那个 就是龟岛的 founder Emily在讨论 就是对 how do we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generation 在做什么 然后 所以现在很开心看到 next generation的人 有在做 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刚刚 MimiQ有提到说 你做很多 advocacy的活动嘛 就是倡议的活动 那你在这整个经验里面 有没有一个 让你印象最深刻 或是 你 最喜欢的收获 或是事件 Anything you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or very impressed during the your experience of advocacy I'm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coalition 因为就是一些学生 然后很快的 就是form together 然后呢 like 很organized and just like really good leadership and I feel like we actually like continue to like every week we're doing something we don't stay there like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like spread awareness about or like a next project to work on 刚刚那一段 他是说他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实就是他们 那个学生组织 因为他们 第一个非常的有组织 组织力很强 然后行动力也很强 然后而且不会停在原地 不会知道做一件事 你就讲算是 一直会找新的东西来做 而且就是那个领导力很强 对 我觉得一个好的组织 真的就是可以这样子 对 是一个蛮新的 coalition 是coalition.src coalition HRC吗 SRC SRC 所以SRC是什么意思 就是students resisting China 哦 哇 原来是这样 好酷哦 就是抵抗中国的学生们 我们就是抵抗 like oppressive government 不是中国人 不是排弃他们 对 就是 其实中国政府 这是很重要 就是中国政府 其实就是中共政府 跟中国人民 是要完全分开来谈的 因为是 其实常常中国人民 是受压迫的一方 是他们的政府 所以你们的这个组织 最主要就是想要 以学生的身份去抵抗 就是这个压迫的政府 这样子 好 所以Instagram嘛 对不对 好 上IG 去找找看 我发现你们的 那个coalition 也有一个网站嘛 就是叫做 coalition 横线stealingresistchina.org 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可以 上去看一下 就是让 MimiQ很有 启发的这个组织 到底是在做什么 这样 然后我觉得 在台湾的人 其实也可以想想看 那我们要怎么加入 这个抵抗强权国家 强权市政府的 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组织 其实非常的high profile 就是你不是 大家独独长长 所以在做这件事情 这么明确的去对抗 这个中国这个专制的 政府的时候 你会感到害怕吗 我个人没有 我好像没有怕很多东西 可是我知道 像我们用text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个特殊的app 不行用平常messages or Instagram 我 see 所以其实这也不是害怕 但是就是谨慎嘛 为了要这个运动 可以长久 所以要做一些谨慎的事情 这样子 那我也会想要问你 就是那你觉得 其他的人如果害怕 他们害怕抵抗强权的话 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有很多人 support like against oppression in general 不是只是中国的oppression but oppression in general so like in general so like 如果你stand up for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you're gonna have like people who support you yeah 不需要怕 所以如果你 为了正确的事情 挺身而出的话 会有很多人 跟你站在一起 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们自己在做 就是activism的过程 advocacy的过程 其实也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 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 然后可是 你真的只要找到 人跟你一起做 你就会很有力量做下去 所以我也常常会鼓励 就是 如果你没有自己 想要做的cost 或是你担心或害怕 你没有力气站在最前面 at least you join somebody 对 你加入 coalition啊 加入别的cost 只要是 为了对的事情 你就是 join them 然后 你有一个 只要人多的时候 你就会很有力气 做很多东西 你今年是不是有参加一个跟228事件相关的这个倡议的活动 有吗 我们发一个 like social media campaign 就是我们有发228的victims给想参加的人 然后让他们照相跟那些victims的照片 然后我们把它合在一起 做一个collage 然后呢 发出去 然后呢 同时我们也写一些infographics 关于一些比较 在那时候比较重要的人物 所以你们把照片印出来是不是 我们是传digital copy 然后大家可以 自己照片 然后你再把它合在一起这样子吗 对 然后那 然后再把它发到网路上这样子去 对 然后呢 我们有解释像228是什么 就是 没有这么了解这个历史的人 可以懂 那这些照片你们从哪边找到的 我们就 认识的人就写 哦 你要不要 participate 任何认识的人 然后呢 那些认识的人说 哦 你要不要 我们就问认识的人 来问更多认识的人 然后最后他们 就send in 他们的email 这样的 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 因为我真的觉得 就是我的学生们 就是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 很多人真的都已经不知道 就是 they don't talk about to do it they don't care about to do it and so it's ancient history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 很着急 可是又觉得如果告诉他们 这很重要 他们就会不想听 嗯 这其实是一个两难 因为其实在 后面在跟别人提228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说 他过去这么久 你为什么要再提228 对 你 let it go already 然后而且 甚至跟他们说 其实228不是一天的事情 它是 一段时间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 二度是关卡的 所以刚刚听到 Mimi Q提到说 有这么多的人 愿意去做这个场意 我觉得其实 其实非常的感人 真的是从一个 选美的比赛出来 可是因为选美 有很多机会 然后你也把握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 有时候 我们有很多机会 在我们身边 可是我们不一定 会有勇气 或是会有那一个 想法去抓住他 可是你抓住很多机会 然后就 开始做很多事情 那接下来在台湾 剩下这几天 还有什么 你其他的行程是什么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 有去台湾唯一一个 Spinal Cord Injury Rehabilitation Center 在桃园 然后我可以有感受到 坐轮椅的感觉 然后那 其实很难 像我坐完 我手指头就发抖 然后还要打平盘球 来运动 然后就是很难 然后我很admire他们 like their will and motivation 在那里 to keep going 然后呢 他们也全部很welcome they're very cheerful 他们还送我一个手链 他们自己做的吗 好像这是别人 捐给他们的 所以是一个脊髓损伤的 附件协会 在桃园 对 OK 然后你去跟他们交流 然后体会一下 怎么做轮椅吗 对 所以就是要自己 用手推的那一种 对 所以很困难 对 然后要爬坡 对要爬坡 那超难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就是你有学到什么技巧吗 那推轮椅的技巧 我好像 我们坐在上面要爬坡 我还没把握 好像平衡 可是我可以 完善一点 我就很高兴了 这真的蛮困难 对他们有说就是 因为去体验这个东西 所以比较能够知道 可能看到台湾的道路啊 你会知道 这个道路的设计 或是一些无障碍的空间 其实是很不够的 对 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 积极的面对这件事情 还有做了什么 除了体验这个之外 我们班他有录一个 promotional video 就是请大家可以捐款 因为他们是政府 没有给钱的 一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他们其实很需要 帮助 因为他们的食物 住费 全部就是免费的 像REHAB 全部都是免费的 可是 it really provides them like a new opportunity and like a really fulfilling life so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like donate what you can 所以那个脊髓损伤伤协会 它事实上是一个 完全非营免的组织 它其实对于住民 也是没有收费 或者是收比较好 吃住跟附建的资源 所以今天你去帮他们 拍了一个这个 宣传的影片这样子嘛 对 好 所以刚刚mimikyu提到的 那一个在桃园的 那叫做 脊髓损伤前能发展中心 它是在那个 66快速道路旁边吗 对嘛 因为我常常经过其实 对我常常经过那边 对啊 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一个朋友 很年轻 差不多十几岁 是因为车祸 然后就脖子一下 全部都痰痪这样子 可是他那时候就 非常的depressed 他就不想去这里 我们就鼓励他去 然后他就 他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process好这样子 对 但因为我们就知道 在那边他们其实 真的就是获得了 第二个机会嘛 因为附建 所以可以做比较多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不只是 有像附建 可是有一个like a place 然后你发现 你其实不是孤单的 有别人跟你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今天就特地去那 所以是怎么样 是不是会联络到 这个组织啊 有一个台美小姐 第一年的台美小姐 其实是脊髓损伤的 然后她在那边工作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联系的 原来如此 所以这个台美小姐的 选美比赛 大概是已经多久 我是第二十三年 然后那要进入第二十 其实也很久了 二十三年 OK 所以是从第一届开始的 这个台美小姐 就一直连续到现在 所以它也变成一个 很大的社群 就可以大家聚在一起 做很多事情 对 很好啊 所以大家记得去捐钱给 脊髓损伤 潜能发展中心 这样可以支持他们 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中心呢 除了捐款之外 你也可以做志工 或者是去买他们 网站卖的商品 也是可以支持 里面的病友们 那我们也会同时 把这个发展中心的 连结放在show know里面 选美 这件事情 它其实不是 大家的刻板印象 或者是大家不了解人 第一个反应是说 哦 你就只是把一群女生 放在一起 然后谁漂亮 这样子 绝对不是这样 事实上选美 它除了说 选手每一个人 会受到很多的训练 说不管是沟通 大部分都在讲沟通也好 或者是美姿妹也好 它事实上 选美比赛这件事情 是把这个如何去扩大 这些年轻人的社群影响力 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 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刚刚有说嘛 就是今天现场的颜值非常高 因为现场来的 咪咪Q的家人 所以现在请咪咪Q的 颜值高的妈妈来说一下 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咪咪Q参加这个选美 你的感想是什么 嗨 我是凯莉 我是咪咪Q的妈妈 我的感想是 经过这个选美 他得到非常多的成长 然后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 在美国的台湾人 他们怎么样的 想要把台湾的这个身份认同 台湾的历史 这样传承给下一代 给下一代的人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 看见自己是谁 然后可以看见自己 因为之后找到自己 才会有真正能够沟通 然后能够往前走的力量 谢谢 谢谢 谢谢蜜蜜克的妈妈 讲得很好 OK 那就这样走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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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 like a king No rain like this before Bound what you can't ignore I got the drum cause I'm a king I got the drum cause I'm a king I got the drum cause I'm a king Party's over, get out Tiger's down here Hey 你刚刚参加的是由鬼岛之音举办的Z色派对 派对主持人是张竹琴与李津琦 制作是叶阿婷 真挚是Emily Y物 吴依慈 喜欢跟我们一起party吗 那赶快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下次一起狂欢 别忘记要在你的Podcast App 按下订阅或追踪 像是开趴的时候才不会变成边缘人哦 假如你用的是Apple Podcast 那拜托给我们五星评分加留言 如果你对今天的派对内容很有共鸣 疯狂点头 也欢迎你追踪鬼岛的IG与脸书并留言给我们 有话大声说也是一种女力或男力的表现哦 那我们下次派对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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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